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接下来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单元 就是叫医疗预保健 那顾名次医 医疗预保健知道什么意思了吗 临床向有分诊断跟治疗 前面上一天偏向诊断 虽然它叫诊断与治疗 但比较偏向诊断 这里呢 完全谈治疗 就是偏向于治疗 好 那我们开始来看医疗预保健这一天 5.医疗预保健 1.医疗预保健 医疗 有生命必有老病死 为了解决死疑问题 治疗必须通过医疗与保健 以改善体伤及热能不足 如此才能达到延缓衰老 疗愈疾病及增长寿命的目的 其中医疗是以打针 吃药 复健 牵引 手术 针刺 按推等方法 从果或从因处理体伤 使组织器官运作得以改变乃至恢复 从而达到解除疾病症状的目的 且由于病苦不仅折磨人 还会危及生命 因此要求医疗必须具有素效 好 我们看第一 开始谈 第一页 好 医疗我们一开始就谈了 有生命必有老病死 为了解决此一问题 什么问题呢 这是老病死的问题 必须要通过什么 医疗与保健 然后看下一行 以改善体伤及热能不准 如此才能达到怎么样 延缓衰老 疗愈疾病 及增长生命的目的 现在读起来是不是很顺 对 就是它最主要就是要解决 医疗与保健 就是为了要解决老病死的问题 简单讲 好 那既然要透过医疗与保健来解决 那其中医疗是用什么方法呢 医疗是以什么 打针 吃药 肤健 轻易 手术 好 这里都是西医的 那这里还有一个针字 是指中医的什么 针刺穴位 后面那个按钝是指什么 原始点 按钝原始痛点 只是都把它省略的讲法 它透过简单的讲 我现在在谈医疗 已经把三个医学怎么样 混合一起讲 也就是把它通通讲完一遍 让大家了解什么是医疗 什么是保健 所以你是中医的也可以听 你是民众的也可以听 你是西医 你们就是用这样的方法 我只是如实来表达 好 那通过这些方法 从果或从因处理体相 从果指的是什么 西医 那从因指的是什么 中医与原始点 那我也是混合正台 然后使这些方法 你要达到医疗一定是改善的吗 使组织器官得以改变乃至非 我为什么有时候用改变 有什么又让组织器官恢复 因为如果从因 确实可以让它完全恢复正常运作 达到根子 那有时候西医 比如说你痛 吃一颗止痛剂 然后让组织器官 不管是中断了 麻痹了也好 反正它就不痛 等疗效过了 哎 又痛起来了 那这个是改变 改变组织器官的运作 我是做如释的解答 那这样也可以达到怎么样 解症的目的 从而达到解除疾病症状的目的 那下面这一句就是 医疗还要具有一个特色 因为病苦不仅折磨了 病苦会不会很难受啊 确实很难受啊 会不会危及生命 医疗会危及生命 那应该是保健才会危及生命 那医疗会吗 这个手法会影响生命吗 会不会危及生命 会不会危及生命 我看一下 你们怎么不敢举手 我这样问你们就不敢举手 对吗 会不会 会嘛 你看我急救 急救我是用热源 还是用手法解决的 手法 手法 心脏骤停 第一步不是先温敷尾 了解吗 是先怎么样 暗飞哪里 暗飞 暗飞腹尾 慢一点就 就那个了咧 就不要玩咯 那你还去 去烤红豆袋 烤出来的时候 人家脸都黑啦 是吧 所以医疗有没有坚持到生命 有啊 那我也讲啊 如果医疗不当 你热能 严重不足的 你来就先帮人家按推 会不会牵扯到生命的关系 会嘛 所以不仅折磨人 处理得当处理不当 生命交关 所以医疗重不重要 这么重要 不仅折磨人 还会危及生命 所以要快很准 了解吗 尤其这个快是医疗的特色 有没有 我们你看 他哪里痛 我们按一下 差不多都一两分钟呢 有没有效果 我们就知道 非常快速 所以他具有这样的特色 这个我稍作解释 好 我们继续看下一页 医疗可分为内治法 与外治法 两者必须在诊断的指导下 才能快速解除疾病症状 在内治法中 西医的诊疗方法 主要是通过仪器检查结果 以研判病情 配与西药 并用口服 注射 点滴等方式 将药物送入体内 以达到从果改变组织器官运作 快速解除体伤 所致之异常 及疾病症状的目的 好 这是西医的处理方法 那我其实照道理异常 是我说过 这个要不要处理 是不要 但是西医 他就是这样处理 那这个是三折医学 所以我就在这里 也就不批判 该说的我前面怎么样 都已经说了 那他们一去检查的 他们不只要解决疾病症状 还要解决怎么样 异常要不要解决 比如异常的高血压 有没有 异常的血糖过高 糖尿病的 要不要处理 他们认为要吃药啊 而且可能要长期吃啊 不吃会怎么样怎么样 这在前面都说过了 所以我们就照他们的 如实表达就可以了 那如果以原始点或中医 这个异常是可以去掉 因为他透过的诊断方法不一样 中医透过四诊 对吧 那原始点呢 透过三大诊疗方法 都是以症状为主 所以就不跟异常 怎么样 前诊 是这样来的 好 这里应该都没问题 我们继续看下面 中医 中医与原始点的诊疗方法 则是以症状作为 诊疗对象 通过观察症状 从果推因 以分辨体质或体伤热能不足 而给予药食 虽然内置法指温热性药食 可以从因改善热能不足 达到延缓衰老 治愈疾病 即增长寿命的目的 但因其无法直达他处体伤 直接影响组织器官运作 以达到快速解除病症的目的 故只有保健之功 而无医疗之效 这段看得懂 也就是在内置法中 西医有医疗的功效 中医与原始点 有没有医疗的功效 有没有 有的举手我看一下 还想你们读书是这样读的 我这里明明说没有 你们却都有 我说他只有保健之功 明明我是这样写 那你们还是举手了 所以你们只要说举手就洗医子 好像盆肠我一样 不用脑袋了 所以简单的讲 中医跟原始点的内置法 喝姜汤能不能解决疾病 快速解决疾病达到医疗 不能啦 了解吗 他只有保健之功 而无医疗之效 他明明这样写 你们还说有 那不是打我的脸吗 好 这个道理我都讲清楚 因为他没有办法直达怎么样 他处体伤的位置 比如说啦 你喝姜汤 我一根指头痛 他要喝到体质改善 然后来修复这一条体伤 你知道吗 有多困难吗 有时候喝一个月的姜汤 都还不一定能修复好耶 那你这里揉一两下 说明就有效了 比喝姜汤还有效 对吧 那很明显嘛 所以为什么我说原始点 按推原始痛点 才有医疗的功效 对不对 听懂了吗 那中医有没有内服内置法 有没有医疗的功效 有没有 有没有 没有啊 不要又举手了 我不敢 我很怕再问你们 问一次就伤心一次这样 好所以简单的讲 内置法只有西医 有医疗功效 中医以原始点 有保健 有保健 但无医疗 这很明确 懂得接受我看一下 好好好 总算懂了 暂时相信你 好我们继续看下面 在外置法中 西医的诊疗方法 是直接将症状 与仪器检查出来的异常形态 及组织受损等位置 当成虚被处理的患处 然后用附件 牵引等非侵入性方法 或手术侵入性方法 从果处理患处 以直接改变组织器官运作 从而达到快速解除患处体伤所致 直异常形态 及疾病症状的目的 看懂接受 看不懂我就先解释一下好了 西医他也有诊断 要治疗一定要诊 那他的诊断跟治疗是怎么回事呢 以症状 你症状在哪里 我就处理哪里 外治疗他们是这样 然后还有一个参考他们的检查出来 比如你手在痛或麻 他们检查到颈椎有问题 那这个颈椎 就是他们处理的目标 那处理方式外治疗 他们处理有分侵入性还有非侵入性 非侵入性就像附件嘛 对不对 这个是西医大家都知道 那均入性就是怎么样 锈出他们那一把亮亮的刀子 那这个就要割了 有一些是需要这样 比如他认为脊椎压破 可能就要开刀了 那在我的看法 不管检查出来的异常形态 或是认为症状的地方 这个都是属于怎么样 从果治病 直接从果 他不是从阴 因为检查所有看得到的 我们在第一天已经有讲 检查出来的 是果还是阴 全部都是果 所以就很显然 这个是绝对是从果治病了 好 那来达到怎么样 从这样的处理方 快速解除 他们是很快速的 刀子快不快 快 割下去就没了 好 好 那快速解除 快速体相所示之 异常形态 他们异常形态 像癌种瘤 就是异常形态 他们也可以割掉 还有疾病症状 比如黑脚阿嬷 对不对 那个脚趾头黑掉 怎么处理 结枝啊 从心态砍掉 砍了 还会被脱 蛤 脚趾头痛 如果脚趾头还在痛 那脚趾头也已经离开我们身体 让他继续痛 但我们的身体已经不痛 这样就达到了吧 对不对 所以这样也算是解除解决了 好 那好坏我们暂时不说 这一篇就是让你们知道 整个的治疗过程 西医外治法 这样看来有没有医疗的功效 很明显也有医疗的功效 所以为什么西医讲到医疗 他们是很自信的 因为所有的内治法外治法 他们都可以达到医疗 这绝对是很特殊的一个发展 好 那我们来看看外治法 到底中医原始点是怎么回事 中医与原始点的诊疗方法 则是根据病症部位通过经络理论 或辨体伤位置 以决定需被处理的他处 然后用针刺侵入性方法 或按推非侵入性方法 从因处理经络穴位或原始痛点 使组织器官运作得以恢复正常 从而达到快速解除 他处体伤所致病症的目的 那这样说来 中医原始点的外治法 有没有医疗的功效 有 刚好外治法 有 好 那我们现在医疗 这一部分已经谈完了 我们再来谈保健 好 保健 保健是以外内热源按推换处 适当运动 充分休息 良好心态等方法 从因改善热能不足 增强体力 以加速修复体伤 尤其是患处体伤 如此处理 不仅可预防疾病 使疾病消弭于无形 从而达到至未病的目的 还可使虚弱的体力 或受损的组织 乃至异常形态得以恢复 从而达到延缓衰老 治愈疾病 及增长寿命的目的 所以保健是治疗 不可或缺的核心 这一段看得懂吗 对 这一段很浅显 保健就是我们这个图表里面 一些示意图里面 用五个方法来达到 改善热能处处 来修复体伤 尤其是患处体伤 达到上面那个果 果是什么 疾病已衰老 这个通通可以解决 那它的过程就是这样 所以这一段应该不难理解 但这里特别强调一个 它可以怎么样 预防疾病 使疾病怎么样 消灵于无形 所以如果你要 没有病 你平常就应该要锻炼了 运动啊 然后重视内外乐园啊 心情要好啊 有没有看到我都要很好 那还要怎么样 不能熬夜 充分休息 来这样 你就可以搭 这个有一点类似像中医讲的 正气足则怎么样 邪不可干 邪之所咒 齐气必须 有没有 你身体体质锻炼好了 人家都感冒了 你就是不感冒 因为怎么样 你抵抗力好 你之所以会得病 就是你体力怎么样 体质变差了 所以这个保健做得好 确实可以达到 预防疾病 使疾病消灭于无形 那如果最实际的意义来讲 它可以延缓衰老 还可以怎么样 致疫疾病啊 还可以什么 延长寿命 好 所以它在治疗中 你看它有这么多的功效 我们常常看 医学要有预防医学 但预防医学 你只有医疗而无 保健能不能达到预防医学 不能啊 这样清楚了 好 那我们继续来看下面 原始点与中医 是以症状作为诊疗对象 其从因治病的保健方法 可分为内治法 外治法及其他 换言之 这些保健支援 必须通过诊断 才能发挥最大效果 使热能不足得以改善 体质则以增强 从而达到延缓衰老 增长寿命 及自我疗愈患处体伤 所制止症状 好 这一段是原始点跟中医一起谈 通过保健支援 因为它们也有内外的 一针二揪三用药 所以通通可以达到 改善体质之后 通通可以达到延缓衰老 增长寿命 及治愈疾病的目的 所以这个都没问题 接下来就是原始点 跟中医还有一点点 同中有益的地方 我们继续看 原始点的内治法 与外治法 主要是以姜粉 姜粉泥 姜汤 作为药室之内热源 与温敷之外热源 其中温敷之外热源 可涂抹患处体伤 配合按推患处 及其他热源 基由皮肤吸收 直接温暖身体 药室之内热源 可基由灌肠 洗眼或喷或滴鼻腔 口腔 耳腔 阴道等 使热源直达患处体伤 直接温暖器官 由此可知 不论是温敷之外热源 还是药室之内热源 皆可直接 用于患处体伤 配合按推患处 以加强改善 特定部位的热能不足 故能加速自我疗愈 重回健康 相较之下 其余口服之内热源 及其他保健方法 并不直接用于患处体伤 而是通过全面改善热能不足 以期自我疗愈 所以若要做到延缓衰老 自愈疾病 及增长寿命 则需持之以恒 日久方显其效 好 这个喔 其实我是 没有挑明的讲 其实前面外热源 姜粉 姜粉泥还有姜当 用于外热源可以 像姜粉泥 大面积涂抹 体伤位置 那 用于内热源 它可以怎么样 灌长 洗眼 喷鼻 有没有 还有清洗阴道 这些都可以用到 这个可不可以指达患处体伤 可以 也就是这是原始点进展的特色 已经不能再说 内外热源只是改善体质 好像广泛的改善体质 它没有 它已经发展到像外置法一样 可以指达怎么样 患处体伤 来改善局部 特定部位 我不是局部 特定部位有时候很大便 也不是局部 比如说附水 四肢也附水 那你全身都要处理啊 特定部位的热能不足 来达到解决患处体伤 所致症状 那你看 这个是直打耶 外也可以直打 内也可以直打 简单的讲 这已经跟中医 没有啥关系了 因为当你揪的时候 可以直达他处体伤 到了患处体伤 因为保健是解决患处体伤 然后患处体伤又细腻到 直达组织器官的位置去 那也是应该原始点这几年的大突破 那传统的呢 就是喝喝中药 改善体伤 就好像我们喝姜汤一样 了解吗 保健就是可能有一些运动啊 种种啊 但休息啊保健啊心情好 能不能直达患处体伤 真的就没办法啊 所以当你用传统的 你要达到延缓衰老 致意疾病及增长寿命 你一定要怎么样 要持之以恒 日久方见其笑 但如果你是直达呢 保健把它改到直达患处体伤 像我这个鼻尖 我也运动我心情也很愉快 那然后我该休息也休息 结果他就是不愿意离开我 你也没有想 直到我终于想通了 开始怎么样 特别直达患处体伤 从这里开始处理了 他终于才想跟我告别 那表示很简单嘛 道理已经很简单了 原来保健处理疾病 他或治疗衰老这些 是可以怎么样 直接用的啊 已经跳脱过去的思维了 所以我只是不好说出来 中医西比较 你们止渴议会就好了 我又没有说 像我刚刚又说了 我说不说又说了 我以为你们读得痛 又怕你们读不痛 所以点醒你们 这两者的区别 已经再明显不过了 所以这里是不是原始点的特色 所以但是是不是还是保健的范围 都是 只是他已经在保健中已经怎么样 进一步的提升 所以我们为了攻克这些 很难治的疾病 不得不提升啊 好 那这样说来 我到现在为止都没有谈到西医 是怎么一回事 外治法也没有提到西医 内治法也没有提到西医 为什么 因为西医有没有热人的概念 没有 没有 他们完全没有的 你怀疑 可不可以喝两个 如果以西医的角度 可以 感冒可不可以喝 可以 做叶子可不可以喝两个 可以 因为国外都告诉我了 也可以喝果汁 也可以喝什么都可以 他们没有分寒的 啊国外那些 有没有做叶子的 没有 没有 就是他们没有这个寒热的保 也就是没有热人的概念 那这个就很对不起啊 很多 尤其保健所能处理的 简单讲 西医在这一页 他们确定是空白了 这是我说的都是实话 那为什么会这样 我一直在思考西医 为什么会发展成这样 因为西医重视解剥学 然后解剥是拿你们来解剥吗 不可能啊 拿谁来解剥 死人来解剥啊 好有些人想死了以后就监给大理监证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监证 有的举手我看一下 等他们剥熟了再来剥你啊 好他们在剥的过程中 他们了解了组织器官整个的结构 整个的运转 但死人里面少了一样东西 热人 如果终于讲的就是气血的循环 这些概念西医是没有 但恰恰这一点是怎么样 最最重要 所以为什么我 我上一堂在讲很多自闭症啊 牛皮癬啊 那都牵扯到热人啊 Parkinson 红班姓郎中 哪一个不是 不是免疫制 而自体免疫系统的问题 西医宣判死刑的 那为什么就 都是热人严重不足的 那这一个缺席 就没什么话好讲 他们只能用刀子 只能用刀子 咔咔 肿瘤 其实现在已经知道了 它是患处体伤 那患处体伤 你只要给它大量的热源 然后再按推患处 它就可以改变 竟然这样就可以治疗 但是它没有这个热人的概念 它只好怎么样 这一把刀拿出来 要比快吗 结果我们又输他了 他一看他 早上跟下午就不见了 那我们要把肿瘤搞好 要怎么样 花一段时间 是差别在这里 那这个患处体伤 一定是要用保健的手段 但西医已经用医疗的手段 来期待保健 简单讲 那所以我们一路念下来 因为没有热人的概念 我不知道怎么说它 所以都没有说 那所以从开始到现在 谈的都是指中医 还有原始点 好 那最后了 已经都快结束了 保健都快结束 总是要讲讲西医吧 那我们最后留一段来说西医 好 我们来看下面 至于西医的诊疗方法 虽可直接改变组织器官运作 从果快速解除异常 及疾病症状 但它却没有中医寒热体质 即原始点热能不足的概念 不知要用外内热源 从因改善体质 以达到延缓衰老 自愈疾病 及增长寿命的目的 故不论是内治法或外治法 皆只有医疗之功 而无保健之效 好 这里已经结论了 那我问各位 中医原始点 内治法或外治法 有没有保健的功效 哈 有个举手我看一下 中医原始点 内治法或外治法 有没有保健的功效 有个举手 哦 原来你们脑袋是要再转一下啊 有人说好像我的话比较快 可能还要消化一下 好 那这一段指的 西医的内治法与外治法 有没有保健的功效 有没有 没有 他内治法外治法 皆有医疗功效 而无保健功效 理由很简单 没有热衡不足的概念 就这样 好 那这样已经结束 医疗与保健 我已经介绍了 听得懂的 举手我看一下 哇 这一段以前写喔 你们都看不懂 现在一下子都看不懂 不错 那是综合的谈 因为竟然谈医疗 治疗 医疗与保健就是谈治疗 那治疗 任何的医学都一定会用到 所以全部都把它盖刮来谈 那下一段就是做一个总结 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一段 由此观之 就治疗而言 西医不论是内治法或外治法 皆具有改变组织器官运作 达到快速解除异常 及疾病症状的医疗功效 中医与原始点的内治法则否 中医与原始点 不论是内治法或外治法 皆具有改善热能不足 达到延缓衰老 自愈疾病 及增长寿命的保健功效 西医的内治法 与外治法则否 就诊疗而言 中医与原始点 是以症状作为诊疗对象 故从因治病 既不需仪器检查 也不用处理异常 西医是以仪器检查结果 作为主要诊疗对象 故从果治病 不仅需要仪器检查 还要治疗异常 此为中医原始点 与西医指根本差异 看得懂吗 看懂几手我看一下 好写到这里结论了 我就感慨蛮多了 现在很多人都说 中西医可以整合 各发挥所长 你们看有没有办法 不可 因为怎么样 从一开始的失误就不一样 因为医学 临床医学一定包括诊断与治疗 从诊断来谈 试诊心法是以症状为主 那仪器检查是以什么 西医的仪器检查 是以异常 还有组织受准为主 两者怎么会是一样的呢 那怎么整合呢 是不可能的啊 如果你研究透彻了 像原始点已经做出来 我本身以前也是中医师啊 人家说可以诊了 我也去听啊 听到最后好像各说各话 没有结论了 那现在来看 所谓的诊额很简单 大吃小而已 在我看吧 就是西医院附设的中医部 叫中医来 然后大病 由谁来拆操刀 西医 那中医呢 好像来收尾 好像互相配合得很好 简单讲现在是这样 那事实上 恰恰应该是相反 因为真正人治病的是 保健还是医疗 保健 保健你们都已经看懂了嘛 如果我都一路做给你们看 从昨天到今天 已经都展示实力出来了 那结果世人不知道 然后中医自己本身也不知道 智慧武功了 那就是怎么样 整合的结果就是 其实他们是根本差异 根本差异就是 这个 这个不同喔 是不可能整合的 了解吗 只能说各自发展 一个是从果治病 一个是从因治病 你怎么整合 不可能的 了解吗 一个要用热药 一个要发炎要用冰敷 那你怎么整合 那难道叫患者给西医冰敷之后 再去给中医热敷 那就是在医院搞三温暖了 是这样玩的吗 不可能嘛 一定有一个对一个错嘛 对吧 那道理再简单 这个把医学搞通了 再来看这个问题喔 你会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绝对没有模糊空间 所以要怎么整呢 所以以后西医要跟我合 能不能合 合的结果就是 我们嫁给西医 因为他大 我们小 那嫁给他 他再分 分成一个原始点部 了解吗 那中医都已经变成一个小部门 我们又跟他结二 那又更小了 那如果那个中医是老二 我们嫁给人家就变小三了 你知道 那还得了 这种地位就越来越不如了 将而日下重视能搞啊 人穷绝对是不能穷的 所以我把他们的根本差异 直接点出来 就让你们知道 不要说原始点要给西医承认 不要这么想的 你有能力 你就把他们的病 民众的病 告诉他们怎么治好就好了 不要再想依附人家 没有用的 人家富有是人家的事 我们祝福人家 也不要那个想太多 自己的本事自己不能弃脸 就好好干原始点 了解吗 解言之了 这里是不可能整合的 我这里已经把两者的差 除非你叫西医不要一去检查 来万无问切啊 要不然就是中医怎么样 现在的中医就是这样 万无问切有时候也免了 有时候中医师还要看西医的怎么样 影像图还有这些数据来判断 那中医哪有这种东西啊 所以你看中医现在 在那个都要学西医的 才能当中医师呢 现在台湾是这样 那我问各位 西医要不要读中医 才能变成西医师 不用啊 那就代表什么 你们还看不懂这一局吗 那所以我认为 为什么中医要读西医 中医也不知道 所以我从疾病以衰老 还有诊断以治疗 我都把西医人检查出来的是啥 他们目的是什么 都讲得一清二楚 对吧 这两天如果你们认真听下来 应该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 那根本性的就是从一开始 症状本来就是可感可见 你可以从我推因 从因治病 然后当下一两分钟 三大诊疗方法 全部都可以发挥了 不需要花很长 等于把繁琐的诊疗方式怎么样 完全简化 然后简化到一两分钟 全部做完 哪一个医学人做到 对吧 所以如果你们真听懂 那这个真的是无法改变 改变 所以我把这里的矛盾都点出来 简单的讲 西医内治法外治法 通通有医疗功效 但西医没有热人的概念 没有保健的功效 了解吗 那中医原始点内治法 没有医疗功效 但外治法有医疗功效 所以刚好他既有医疗 又有怎么样 保健 所以真正谈完善的医学 是谁 是谁 还有呢 中医也是 虽少了这一块很重要 他也是医学 但只能说他在治疗上 他是单脚走路 那原始点跟中医是双脚走路 一个用医疗 一个用怎么样 保健 尤其更依赖保健 我们下一段就会谈到 那这样走起路来 才稳啊 而且人治疗的病才多啊 但我自己当中医师都觉得 哎呀 最后也离开 离开实在不得已啊 所以我为什么会对中医 有这么大的期待 明明这个医学是不做的 但看起来也是前途 不堪率啊 有没有这样 有啊 你到任何一个看一下 到底是医院越盖越大 还是中医 人越来越多 都不是啊 比例的啊 那以前很明显啊 好像越走越 所以有时候 从这一点来看 我也有时候蛮担心 原始点的 中医老 老大哥都走成这个样子了 那我们刚出道的 我们孩子走多久吗 我也不知道 所以真的一定要靠民众慢慢了解 从日常生活 我就是可以把大病搞 原来不需要那么繁复的 但他们一知道的时候 哇 不用花很大的医疗费用 然后短期间又可以比 现有的医疗快速 你说呢 这个所以我说 如果大家不懂 原始点就走不久 懂了 原始点 未来的路 才可以慢慢走出一条路来 现在只求生存 不求走得很好 我现在是这样 所以我这几年喔 几乎不出来的 几乎很 我几乎也有到基金会 我认为不考这种事 先把法写清楚 那为什么我会这样 你们就可以从法中去理解 那你读到这一段 我结论都已经出来 那如果中西药整人 把我这一段他们真的看懂 他们就自然有细差 了解我的意思喔 好 那里面的医疗与保健 到底是医疗重要还是保健重要 我认为两者都很重要 但如果熊 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时候 应该是保健 重鱼医疗 好 我们来看下一段 небören来看 你赶紧